与首都居民欢聚一堂共赫新春 由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民政部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 军民营新春文艺晚会 至今已举办了21次 今年这台晚会 以厚重深刻的内涵 辉红壮美的气势 生动展示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各项建设和改革 攻坚克南 再创辉煌的可喜局面 反映了全军官兵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 我军历史使命的崭新风貌 唱响了全国居民 红呼吸 共命运 新联心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时代颂歌 晚会在缤纷绚丽的歌舞 神中欢腾贺心春中拉开帷幕 京剧与交响合唱 科学发展普新篇 大气膛 意韵悠扬 深情赞送了一万居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和各项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舞蹈江山如画 民族歌舞 和谐中华 二重唱 和风吹来蓝蓝的天 展开一幅幅圣市祥和的美好画卷 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的由衷至安 母亲们 冲啊 秦景施朗宋 余水琴 爱一生好相亲 热乱 男女生二重唱 心连心 军和民心连心 短剧山村喜事 以不同的艺术形式 热情殴割了军爱民 民佣军 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情意 杂技 星空畅响 优美伊利 精彩分成 营造出如梦如幻的视觉奇观 男生大合唱 行进在你的目光里 领唱合唱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之歌 我军官兵 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 爱军惊武 现身使命的坚定信念 歌舞阳光路上 以优美舒展的旋律 展现了科学发展观 为和谐中国引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宽广的壮丽前景 把整台晚会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后 古锦涛等领导同志走上舞台 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 祝贺演出成功 王刚 王兆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琪 刘云山 刘延东 李元朝 张德江 徐才厚 郭伯雄 何元 令计划 李建国 梁光烈 马凯 李兆卓 和中央中委委员 陈炳德 李继奈 廖西龙 唐万全 静志远 吴胜丽 许其亮 观看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